相對其他的不會 其實你們有一個別人沒有的東西 就是關於你的情報資訊 應該是要有一個情報提供的工作計畫 協助我們的主管機關定期的review 到底他們設想會受到攻擊的情境的更新 才有可能進一步去修改他們的防護計畫 在每一天的工作階層的互動當中 都有很多的專案小組 那國安局有被邀請的話 我們一定是堅持我們的國安專業 提供我們的意見 給他們才好 居長在520賴總統就職之後 中國在5月23號在台海周遭 發動了所謂聯合力艦的大規模的軍演 那上一次看到比較大規模的軍演 是2022年的裴洛西議長來台的時候 但這兩次的軍演我們看到 當然它的範圍其實不太一樣 在2022年的時候 其實比較多是聚焦在台海中線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包括這個紅色的色塊 尤其是更變本加厲 是在我們離島的地區 我們看到在2022年的時候 針對離島地區是比較少的 但這一次非常聚焦在我們的離島地區 這些區塊 那我們現在看到包括金門 馬祖東營 之前在金門才發生了 中國漁船的這個問題 其實造成很大的這個 灰色地帶的爭端 看起來中國對我們離島 我覺得 明目張膽的動客態勢很明確 這是前日本駐中國的武官 小元凡斯 他其實有說 中國軍方有對台灣 展開海上封鎖的軍事計畫 目的是要顯示 他們能夠迅速的行動 奪取台灣離島地區 包括美國智庫的專家 講到中國軍演新的焦點是 孤立台灣離島 那我想問 區長 你們在掌握到什麼程度 就像委員剛剛所提出來的 這一次的演習 跟工軍過往的演習 有一個差別性 過去主要是 集中在台灣的周邊海空域 這一次的演習 所宣布的有9個的演習區域 他除了台灣本島以外 還包括我們的外離島 像是金門 馬祖 烏丘跟東營 那特別在演習的期間 他動員到海警的編隊 有在相關的水域 來進行執法巡查的一個演練的活動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 凸顯他在台海地區的管轄權 跟執法權 有點要把台海 內海化的這種意圖在裡面 所以這部分 我們會特別的在加強 跟海巡署之間的一個溝通聯繫 透過情報的分享 來提醒到中共活動的動態 區長 如果今天 中共他們一個重要的目的跟戰略 是要孤立台灣的離島 或者是 以離島做一個灰色地帶的 戰略的標的的話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要攻佔一個區域 或孤立一個區域 其實很重要是必須截斷 他們的通訊 對 那就你們現在的 這個情報在可以講的範圍內 中國有沒有要截斷 我們離島通訊的計畫 因為這個問題 之前在委員會這邊 有跟委員報告跟討論過 在過去這兩三年裡面 大概中共去截斷了我們 台馬之間的海底電纜 已經有20幾次的次數 那次數非常的一個頻密 那所以假如說透過海底電纜的 一個截斷的方式 那確實會對於我們海島 外離島的一個通訊的安全造成一些危害 居然這是我為什麼一直在委員會裡面 一直要跟國安局來詢問這個原因 之前我在5月1號的時候 其實我也我想問過 蔡局長也包括國土辦 那這次再加上這次523的演習之後 看到他們其實對我們離島聚焦的態勢 所以我要問居長 你在5月1號答詢的時候 你有很清楚的表達 你覺得台馬海嵐 跟其他的在國內海嵐 功能跟定位你覺得不同 所以你認為應該列入到CI 現在你說你要回去溝通 那經過了大概快一個月的時間 那你們現在溝通的狀況怎麼樣 上次在跟委員討論過程當中 我們從國安的角度來講 確實認為外離島的通訊安全跟韌性 非常的重要 那委員在上次表達這個關注之後 那我們在會後 也跟行政院的相關的單位 特別是國土辦有做一些討論 那國土辦是在5月15號 就像委員在螢幕上所顯示的資料一樣 有召開跨部會議來進行協調 討論議題就是要把外離島的 這些海底電纜 列為是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 那但過程當中還在做相關的評估 而在會議當中 我們國安局一定會來表達 對於這些通訊安全跟韌性的重視 所以這場會議你們有參與 對 我們有派員參加 那現在這場會議之後 最後的方向是什麼 大概就是往加強 重視外離島的海嵐安全的方向 在規劃 那就你知道會把台馬海嵐列入CI嗎 目前朝這個方向在規劃 那至少包括不只是CI 也許是CCI 也就是Conditional的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也就是它是一個 准或類CI的概念 來維護外離島的海嵐安全 往這方向在規劃 局長我覺得你們應該要非常非常 堅持從國家安全的本位 會 會 坦白說我真的到目前為止 聽不出來 有任何理由 可以不把台馬海嵐列入CI 不管是各層級的演練 或者是相關的維護計畫 包括現在中共對於我們在離島 這樣子的關注 甚至聚焦 有可能大家看到前面的 這些國際的軍事的專家的 這樣子的提醒 我實在是想不出任何一點理由 可以不把它列入CI 當然今天書發部沒有在現場 但我要請局長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堅持 你們安全的本位 從安全的本位來 告訴其他的主管部會 不要再從想要便宜行事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事情 這是我下面一個想要跟局長 討論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列入CI的話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是他要定期評估風險 威脅及弱點 然後撰寫計畫書 定期核實實際的執行成效 這是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列入CI 這個我們要求 有相關部會要提安全防護計畫 那第一集的話送行政院 第二集第三集送主管機關 那各自有各自演練的成績 可是局長我要請問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中共 對我們的各種軟的硬的攻擊 其實他也不斷的在轉變 對 那現在就國安局的角度 有沒有跟我們這些相關的主管部會 有什麼樣的合作的機制 這大概分兩個面向 一個部分是行政院有召開 國土安全的跨部會協調會報 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長主持 那本局會派我們的副局長 去參加相關的會報 在會議當中跟各部會來溝通協調 相關CI維護的一個機制的建立 那我們當然會特別從國安的角度 來提醒各單位要注意這個重點 這是第一個平台 第二個平台是國安局本身 有我們的國家情報協調的機制 那在這個平台我們會邀請國土辦 來參加相關的討論 那我們會分享現在國際上在防範 CI的相關的整備作業的重點在哪裡 那也來提醒各部會應該要注意到 這樣的發展趨勢 John我這邊會特別想要提這件事情 主要是因為我知道 其實你們相對其他的部會 相對國土辦或相對主管機關 其實你們有一個別人沒有的東西 其實就是關於你的情報資訊 對於其他主管機關來說 他要做各種防範的或演練的計畫 或者是風險管理的計畫來說 他必須先知道 可能會有的攻擊樣態是什麼 這個事情的資訊是來自於情報 所以如果其他主管機關 對於中共或者是我們的敵對勢力 他們的攻擊樣態不熟悉 不瞭解陌生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像 他寫的防護計畫的有效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我當然希望說 其實這個部分是要請國安局 來跟其他部會 甚至不是只是在這個會議上面 提出而已 其實是應該是要有一個 情報提供的工作計畫 協助我們的主管機關 定期的評論 到底他們設想的會受到威脅 會受到攻擊的情境的更新 這才有可能去進一步去修改 他們的防護計畫 我想這個工作的流程 是今天為什麼 想要在這邊提醒局長的原因 我自己是希望說 可能不只是在那個會報上面 提出來而已 如果目前其實幾個部會 來跟國安局來要求 相關的情報 或情資的提供 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事實上除了剛剛講的 兩個主要的協調會報機制以外 在每一天的工作階層的互動當中 也都有很多的專案小組 那國安局有被邀請的話 我們一定是堅持我們的國安專業 那也把國際社會相關防護 5CI的作業樣態 來提供給各部會來做參考 那行政院他們也會規劃 譬如像精華演習 來針對關鍵設施的防護 做必要的演練跟協調 那這部分我們會提供我們的意見 給他們參考 好 那這部分再麻煩局長 因為問了一些主管機關 相關他們的防護計畫 或者對於被攻擊樣態 情境的設定 坦白說今天因為他們不在場 我就不多說 但我聽起來是 是有點令人擔心的 他們對於對方可能會攻擊 或威脅我們的各種做法 我覺得想像是不夠豐富 不夠仔細的 這部分真的要請國安局來協助他 好 我們料題重寬 謝謝委員提醒